出不出來 暴怒的女子拿起磚头 朝造车挡风玻璃猛砸 一边还对着车内驾驶喊话 看车里的男子没反应 干脆徒手撕起碎裂的挡风玻璃 你带电话给我爸妈有什么用啊 你有什么用啊 女子满枪怒火 虽然手都被玻璃割伤 还是没打算停手 路人见状赶紧递上卫生纸 但车上的男子可能是被吓坏 依然躲在车内不为所动 不仅包女人还玩学生 他们是个男人啊 你要负责任啊 女子会这么生气 疑似是因为另一半劈腿偷吃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分钟 最后女子砸开驾驶座车窗 打开车门把男子拖下车后 又是一阵痛打 你是男人吗你 你要怎么样 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眼看冲突越演越烈 附近围观民众赶紧报警 警方到场后将持续拉扯的两人 带回警局 一桩家务事成了街头闹剧 不止让人看了直摇头 两人想再续前缘 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记者送后报道